如果有新的磕或有老的磕, 其实它最主要的不同是什么呢? 我想至少有两样想到, 就是现在新的磕通常都是比较粗浪造, 不是说它做得不好, 而是跟前几代的磕能量差很远, 为何呢?我想你明白一件事, 就是以前的磕未有机器,全部人手做, 人手的师傅是很专业, 他们细细代代, 即是他爷爷的爷爷都是做重拨的, 你想像下他们为了个招牌, 不要妥妥家族, 就一定不会做些次货坏东西卖出去, 卖购招牌, 他们自小十多岁就出去做学徒, 一路做到退休,做到高龄的时候都还做, 他只是什么都不做, 或者他什么都不懂做, 他只是做一美一门深入, 所以他一定做得好, 一定用最好的料, 最好的心机去做, 这样就不用说, 当然正, 不会为了卖便宜的东西做一大堆次货, 现在就不同了, 即使有人学师都无以前那种专注, 仍然还在买手机, 打机, 仍然又想去旅行, 又甚麽又甚麽, 即是当打份工, 不要以前那种老师傅那种专一去做, 做出来不成是不行, 再加上现在很多是机器做, 机器都无人性, 即是无人的感觉, 而且一叨就叨四百个,与人手个个不同是否差很远 这是第一,第二个分别我觉得就是任何东西都有能量 能量是累积来的,你想像买一个电脑的手指USB 所以买回来就应该是无数据,但是碾一下就收到很多数据 它里面有二十几个组件有手指,水晶柠lla石头都是这样 中活都是,用一次它就处了很多能量 用十次,用一百次, 如我们这些老拨古董拨用了几代, 限止百多年,什么事都发生过, 很多高人用它来做了很多功德, 或者它被人租资, 它吸收很多负能量都会有, 总之很复杂的能量,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我们如果做这些拨不只是求好听, 那不是乐器,那是法器, 我们是求效果,求疗效, 这两个拨我这里跟你敲两分钟, 等于那个拨敲二十分钟, 我如果那个靓拨有很久久的历史, 它经历过很多代, 我自己这么多年有经验, 哇,真是很不同, 即使你不习惯,你听不出分别, 但你感受到, 它发出来那种疗效是很不同, 所以你问我, 那种疗效果我都要抱着那些古董伯老伯那些, 收完不带出来的那些, 是要重大日子有需要的时候, 或者紧急时才拿出来用,即是那些, 你问就是想知道这些, 就是老伯古董伯有这些特殊的情况, 一来再总结就是, 它是蒸打出来的,是用心去做出来的, 第二,因为这么多代的历史, 它是吸收了很多的档案在里面, 很多的能量在里面, 日积月累,你以为做是很抵的, 所以贵一些我都要买那些去用那些。